郭琪不是最高的 这些从来就没有在脑海里出现过 说实话我只要是进入调环决赛的时候 我从来都是郭琪是最高的 今年我在赛场的时候 看你离场的时候 当时有点掉眼泪了 有点眼圈红 而且我看你在领奖台上的时候 当时我也哭了 因为我很了解你们这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当时在领奖台那一刻 你想什么 会不会想再坚持四年 真的 说实话有点不甘心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确实有点不甘心 确实想坚持四年 或者说干脆再来再比一场 真是这种感觉 在领奖的一瞬间 我的感觉很多都是空白 没想过的东西 如果我觉得有机会的话 我也希望你再坚持四年 真的 咱们这样吧 咱聊点轻松的 这个比赛就算是翻篇了 咱们再谈谈你们男团吧 好吧 我觉得那个是比较振奋人心的 而且之前你在北爱听说受伤了是吧 当时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在14号吧 我们因为是预赛不是抽跳马开始吗 所以我们在北爱训练的时候 每次都是从跳马开始 那天也是活动完就很正常的一切 就是第一项跳马 跳第一 我已经活动完了以后 第一个跳就是八百一跳动作 正常 第二个跳的时候 我一上半就蹬腿的一下 卡到了 就感觉现在膝盖就开了一下 然后又跳完躺在那了 然后又感觉特别疼膝盖 然后我就躺下举手 喊他对一嘛 然后黄小他们都过来了 我就感觉膝盖疼 然后就再伸不直了 然后就马上就去找合磁了 然后就告诉我 当时这个心理状态是什么 就是有没有想过 哎呀 现在受伤了 有没有想过 会不会给我造成很大的 这个心理障碍 障碍 当时我 就一学一拐到医院的时候 找合磁的时候 我当时就特别想 就是千万别 别有事情 当合磁结果出来的时候 告诉我半夜晚撕裂 我当时就 说实话 那一瞬间的时候 我就眼泪就掉下来了 但是旁边都没有人 就是我就觉得好像 我就没有想过 奥运会就会这样结束 我以为比不了奥运会了 所以回来的时候 他们告诉黄小这个结果 黄小也是 恢复了多长时间 晚上 当天晚上 黄小就决定让我去打封闭 先看看 就是有什么效果 然后 然后 打完以后转天 我是 就黄小就 每天 黄小是第一个 就早上起来六眼半来看我 每天早上起来都问我 怎么样 就是 我就告诉黄小 就是好一点 好一点 好一点 就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是卡的 因为肿东特别厉害 卡的 就是 弯只能是到这种程度 后来慢慢就能稍微直一点了 大概 每天都要去训练 还是因为 不得练腿就练手 对 然后毕竟不想放弃 没想到会稍微好一点 通过你这个伤 然后恢复之后 进村了之后 又有一次困难 海滨受伤了吗 你作为队长当时是 怎么想的 我当时就觉得太背了 我当时就觉得怎么就 老是出问题 老 对 就是出问题 就是太不顺了 就 而且海滨也是 我特别能 特别能理解 因为 岁数都一样 然后 海滨也是坚持了那么多 而且 说实话 当时我是14号 他是17号说的时候 在北岸 他当时我看到这个小臂肿得很厉害 是吧 我听杨温说 那小臂肿得比大臂还粗 对 是的 一点都不夸张 就全 整个小臂全是紫的 一点 就全都是浴血 因为我是14号受伤 然后马上结果就出来 就是告诉我半夜版色脸 因为我知道 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 海滨是磕 就是大家都觉得 为什么 是硬伤 踢得很难过 就是因为 看似不是那么人用的伤 就是他扣了一下 大家都没想过 但是以我对海滨的这个了解 他肯定是不到最后以后 他绝对是不会放弃的 最后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才退出奥运村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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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响的